公元450年初 北魏国主拓巴涛委托全臣崔浩编转的史书正式完成了 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 专横跋扈的崔浩擅作主张 把编著的史书刻在了平城郊外的碑林之中 这碑林落成之后 很快就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前往观看的人是络绎不绝 汉人们看了这碑林是焦头截耳 指指点点 而鲜卑人看完这碑林 大多是面红耳赤 愤恨不已 等着皇帝拓巴涛南征回来之后 这些鲜卑的贵族就跑到皇帝这儿 开始告状了 鲜卑贵族说 崔浩是大肆宣传我们祖先的污点 这些鲜卑贵族争先恐后 就在皇帝拓巴涛面前 说尽了崔浩的坏话 争先恐后的 爆出各种和崔浩有关的黑材料 有朴风捉影的 有添油加醋的 有纯属捏造的 所谓三人成虎 更何况这么多鲜卑人一起挑拨呢 一向性情冲动的皇帝拓巴涛 终于再受不了了 拓巴涛心想 崔浩啊崔浩 我对你如此的重用 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不重用 皇帝拓巴涛当即拍板 严查国史案 将崔浩等所有参与撰写国史的人员 全部逮捕下狱 太子拓巴晃听到这个消息 脑海之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 就是要救人 拓巴晃要救的自然不是崔浩 崔浩之前多次顶撞拓巴晃 这太子对于崔浩早已是恨之入骨 而太子要救的是自己的恩师高允 高允之前曾经教太子 沿袭经史多年 两人感情颇深 当天夜里 太子就把高允招到自己的府上 第二天一早 便让高允跟着自己入朝 面见皇帝 在进宫的时候 太子特意叮嘱高允 说一会儿这皇父如果问你话 你一定要顺着我的意思说 高允是一头雾水 心想这到底出了啥事呢 事关机密 太子也不敢跟高允多讲 只回了一句话 进去以后你就知道了 进了宫 见得皇帝拓跋透 太子拓跋晃 就开始为老师高允求情 太子说 中书侍郎高允 曾经在儿臣的宫中 与儿臣相处多年 我对高允非常的了解 这个人忠厚老实 人品极佳 虽然高允也参与了国史的编写工作 但是就像一滴清水 没法改变黄河的浑浊一样 高允一个好人 也改变不了整个国史班子的乌烟瘴气 实际上 这邪史所有重大事项 都是崔浩一手把持的 所以请求皇父能高抬跪手 赦免了老师高允的死罪 皇帝拓跋涛没马上表态 而是转过头来问高允 说这国史都是崔浩一人写的吗 高允平静的回答说 太祖拓跋规计 是前朝大臣邓渊所著 先帝拓跋四季 和金上拓跋涛季 那都是臣和崔浩 共同编写的 不过崔浩比较忙 只抓了大方向 具体的文字 臣比崔浩写的要多得多 皇帝拓跋涛听完 那脸色当时就阴沉下来了 拓跋涛对着太子拓跋晃讲 你老师高允的罪责 可比崔浩要严重得多呀 怎么可能免他死罪呢 太子拓跋晃在心中是暗自叫苦 老师啊老师 我让你顺着我说 你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哪件事不中听 说哪件事 您这情商怎么这么让人灼急啊 不过尽管如此 太子依然不愿意放弃 接着又帮着解释 说高允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小臣 刚才一定是被陛下的天威给吓坏了 导致脑子抽筋 所以才会语无伦次 臣之前问过高允 高允说这全都是崔浩一手所为 于是皇帝拓跋涛又历声质问高允 说太子所言可是实情啊 高允的语气还是那样的波澜不惊 似乎高允面对的根本就不是不可一世的北魏皇帝 而是一个菜场卖鸡蛋的大骂 高允说 臣就算要被诛灭九族 也不敢说半句假话 太子殿下是因为臣在身边陪伴多年 有师徒的情分 所以想救臣一命 实际上太子并未问过我 我也没说过这样的话 太子拓跋晃是心中大惊啊 老师啊老师 你这是找死啊 但这世上的事就是这么奇妙 有时候越想睡 却越是睡不着 有时候越想找死 却越是死不了 皇帝拓跋涛被高允所表现出的大无畏气概所征服了 真乃直臣啊 一个人说一句真话不难 难的是死到临头还能坚持说真话 好吧 那我就赦免了你吧 接着皇帝拓跋涛又把崔浩招了过来 拓跋涛一边眼中喷出了足以吞噬一切的怒火 一边咆哮着 把鲜卑贵族所罗列的一条条崔浩的罪状 一股脑子全都给喷了出来 崔浩可从来没见过皇帝发这么大的火 一时之间竟然懵了 从前那个天之骄子 如今变成了天之骄子 是骄头烂额 外骄理枯 心骄如焚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眼见崔浩这样 拓跋涛更加恼怒了 盛怒之下 拓跋涛当场就让高允起草诏书 将崔浩以及参与编使的同僚 128人全部诛杀 高允退下去拟址 但是迟迟没有下文 性情急躁的拓跋涛是频频派人催促 但是高允手中的笔意是文丝不动 只有脑子飞快的转个不停 思想斗争了一段时间之后 高允终于下定了决心 义无反顾的再次进殿 求见皇帝 高允的声音虽然不高 但有着不容置疑的坚定 高允说 崔浩之罪如果还有别的原因 那臣不敢多说 如果仅仅是因为邪使 触犯了皇族 臣认为崔浩罪不致死 高允这一席话是公然的违抗圣意 这一下终于彻底激怒了 本来就火上头的拓跋涛 拓跋涛是暴跳如雷 当即下令让武士把高允绑起来 幸亏旁边的太子拓跋晃是苦苦求情 说了一万多句的好话 皇帝拓跋涛总算逐渐平息了怒气 拓跋涛用手指着高允 对着拓跋晃讲 没有这个家伙 今天可能会死数千人 高允这才得以逃脱死罪 事后 太子拓跋晃就责备高允 说老师啊 人应该知道见机行事 随机应变 否则您读那么多书又有什么用啊 我是费尽了心思帮你开脱 您倒好 始终不按照我说的去做 反而把皇帝弃成了这样 搞得我现在还是心有余悸呢 高允则回答太子说 史籍就是要如实的记载 才能为后者所来借鉴 崔浩确实有些私心 但是崔浩主持修史之时 所写的都是朝廷大事 国家得失 并没有太大的错误 我和崔浩一起编修国史 礼当同生共死 不能置身事外 太子殿下对我有再造之恩 我非常的感谢 但如果为了苟活就说违心的话 我是做不到的 太子拓跋晃听完之后 对老师是更加的佩服了 权力不能赢 威武不能屈 朕大丈夫赢 其实高允的心计 在私下里对旁人说的一句话之中 显得更加的明显 高允讲 我之所以不能按照太子说的去做 就是怕辜负了宅黑子 这个宅黑子是高允的朋友 曾经奉命出使地方 在地方上收了贿赂 事发之后 这宅黑子就请教高允 说如果皇帝问我之时 我是该说实话 还是死不认账呢 高允正色道 你一定要讲实话 这样或许有可能被赦免 切勿欺瞒皇上 但是宅黑子左右的亲信 都认为高允这个主意太过于荒唐 这哪里是出谋划策 简直就是居心叵测 皇上最恨的是腐败 如果你承认了 那就是自寻死路 千万不能听高允的话 所以这宅黑子也觉得有道理 不由得埋怨起了高允 宅黑子心想 我和你交情不薄 你又为何要诱我入死地呢 从此宅黑子和高允就绝交了 并且在拓跋涛面前 宅黑子坚决否认了收受贿赂的事 最终这个宅黑子用自己的生命 证实了高允的正确 宅黑子因为不坦白 被拓跋涛给斩首了 正是凭借着自己的品德和智慧 以及太子拓跋晃的鼎力帮助 高允最终是有惊无险 逃过了这一劫 但是崔浩可就没这么好的命了 生性清高的崔浩在朝中人缘不好 不仅所有的鲜卑贵族对崔浩是恨之入骨 很多汉人对崔浩也没好感 故而这朝堂之上几乎没人站出来给崔浩求情 有的只是强倒众人推 破骨万人锤 这也注定了崔浩的悲惨命运 尽管高允拒绝拟址 但是拓跋涛很快还是找到了旁人 拟定了处死崔浩的诏书 在众多鲜卑贵族的怂恿下 暴怒中的拓跋涛在那一刻 对崔浩的恨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不仅崔浩本人及其所属的清河崔氏之中 和崔浩同宗的那一只西数被诛 就连和崔浩联姻的范阳卢氏 太原郭氏 河东柳氏三大家族也遭到连坐 几乎是被杀光了 可怜的崔浩为了北魏的帝国 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 到头来却落得如此的下场 不过崔浩虽然是被冤杀的 但崔浩的功绩不应该被抹杀 崔浩立世三朝 拓跋归 拓跋四 拓跋涛 可以说是算无一策 就好像一个导航一般 引导着出入中原的鲜卑君主们 一次又一次在关键的岔路口 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帮助拓跋涛终于实现了统一北方的大业 仔细想想 崔浩的悲剧也许是有原因的 崔浩善于谋国 却不善谋身 智商超群 却是情商不佳 崔浩效力的是个鲜卑王朝 却经常维护汉人的利益 崔浩的被杀 归根结底是源于文化冲突 这也标志着北魏前期 汉化遇到了暂时的阻碍 对于崔浩的死 很多鲜卑贵族是拍手称快 但是北魏的最高统治者 拓跋涛显然不在此之列 仅仅几天之后 这拓跋涛就后悔了 在不久之后 爆发的南北大战之中 拓跋涛就深深的体会到 没了崔浩这个得力谋臣的苦处 下一次我们就继续讲 刘宋皇帝刘一龙 主动挑起的这场南北大战 如果您喜欢我的故事 欢迎点击订阅留言点赞 感谢您的支持 咱们下次再见